好人嘛 不會用一個 而且就是明明就是 他就說 欸你晚上要幹嘛 我晚上沒有事 然後他就說 欸我要出去玩 就是這樣子欸 對不起對不起 我現在要怎麼辦 今天有沒有第一次聽Crispy的 是大家都很常聽Crispy嗎 很常聽Crispy的 欸 水啦 對 然後我剛剛在想說 因為其實 簡單稱為解它就是一個很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記憶很長久的一個東西 然後在我們一開始寫歌創作的時候 可能歌曲就是比較 氣質清新一些 然後覺得 剛剛如果有些人可能很久沒聽到我們 然後突然再聽一次 發現 欸 怎麼好像變得不大一樣 就寫那首歌應該不大一樣 那下一首歌 回到了一些 就是 大人世界的迷惘 下一首歌 我最近特別有感觸 下一首歌叫做編織星空的人 沒錯 然後我之前看了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影片在講說什麼 就是人類好像到了30歲以上 或什麼之類就不會再聽進去 聽進去新音樂 應該說音樂就不會在 在你身裡有這麼大的作用 你的emotional的東西 你今天沒辦法這麼的 連結在上面 為什麼 就是人就是老啦 就是你沒辦法 你的那個經驗變得比較多 其實我今天真的在想這件事情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是一個心境的問題吧 對 因為可能在十幾歲的時候 就是 每一天都是一個 一個在 會在你人生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一點 但是 如果你可以 例如到30歲之後 一樣一直保持這個心境 那你的人生就 一直都 都會三神發亮 那個心境就是 孩子的心 喔 你幫我把我想要講的講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保留著那個孩子的心 然後 無懼地面對這個世界 這首歌是編織星空的人 送給你們 好樂團 抵押粉